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情况 有的时候假如说超生给我们提示的是 这次妊娠是偏妊娠妊娠 这个时候他一般来说是认为 肱腔略微向肱脚偏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一周后再复查必超 如果一周以后复查必超 他妊娠这个囊向肱腔里生长了 这样的妊娠我们是可以继续往下妊娠的 另外要看病人有没有任何的症状 如果有出血 有一些腹痛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要再做鉴别 但是如果这个肱脚妊娠是特别靠肱脚 不是靠肱腔这边 那他一般来说如果下一周你再复查 确实还是在肱脚的话 那他是不会就是自己游到肱腔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让他继续认身下去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让他继续